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買一個知名品牌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買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我覺得你如果買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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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固定買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那我自己是覺得,你如果一直買同樣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那其實就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為了省錢 你去買一些什麼像是大賣場之類的 那種沒有品牌的神奇球鞋的話 那你其實踩雷的機會還蠻大 或者是你真的是,撿到便宜 然後找到一個,哇塞你超喜歡的球鞋 但是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品牌 那你下一次要買的時候,你可能又會再踩到雷 因為你找不到那一個品牌了 之類的等等問題,像是有 那也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知名品牌的球鞋可能稍微貴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其實 那也有可能你 那也有可能你不買知名球鞋 那也有可能你想要省錢,然後你去買一些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這樣知名品牌的鞋子有點貴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 但也有可能你覺得這樣知名品牌的鞋子都很貴 感覺是在賣LOGO的感覺 但是 那如果你覺得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知名品牌的鞋子可能 太貴了,有點像是在賣LOGO的感覺 賣品牌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 省下你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費的時間啊 因為你其實試鞋子 我現在就是進了那個店家 我只要就找我喜歡的那個外觀就可以了 然後價錢OK,我們就付錢 我其實幾乎不用試穿 因為就是 喔要啦要試穿啦 但是就是 試穿不是因為 舒服不舒服 舒服不舒服 What the heck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 買這種知名品牌的鞋子有點太貴了 那我覺得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 買這樣知名品牌的鞋子太貴了 有點像是在買他的品牌啊 而不是在買 也有可能你覺得 也有可能你覺得 買一個知名品牌的鞋子有點太貴了 就是 有點像是在買品牌的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 也不大啊 也有可能你覺得 買一個知名品牌的鞋子好像有點太貴了 就是浪費太多錢 有點像是在買品牌的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 也不是這樣子說 就是 但是你 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時間啦 就你也可以省下很多採雷的機會 就變成 我現在只要進去 Puma 然後我只要看我喜歡的 形狀外觀 我就可以買了 就是我只要穿上去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每一個 型號啊 每一個系列 它可能有稍微 尺寸不太一樣 那我就是挑一個我喜歡的尺寸 然後就是 就可以搞定了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在那裡試鞋 所以如果你一直換品牌 你可能今天是Puma 明天你又換到一個 我們試試看 Under Armour 或是 Adidas Nike之類的 你進去你試鞋 你就可以花很多很多時間 而且你可能試鞋的當下 你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在裡面走了30分鐘 你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真的 買了 拿回家穿 真的使用 你在不同的情況下 你在馬路上走 你在走山路 就不同的環境 你走起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有可能還是會踩到雷 像是 反正我就是之前有買到 踩到雷的經驗啊 就是你變成 真的 踩雷了 你才知道好像不太適合這樣子 你不管你當下 在店裡面到底怎麼跑 怎麼 衝刺 折返跑 你還是會踩雷啦 所以你就是 找到一個你喜歡的品牌 你就覺得 不錯 那你就可以一直 跟著他 就是 一直買啊 一直買他的 同樣品牌鞋子 好 好 好